Lio聊事件以天天多顆星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日本人對上敗戰庭人 正常比賽是世界沙漠競標賽 先來看一下初生點位12點鐘方向的Viper Viper這邊是選擇到日本人 這張地圖日本人大家應該是有所了解了 我們前幾天的影片也是這張地圖 北極圈 那這個地圖呢有非常多的魚 然後這個會主動扁人的企鵝 企鵝 這個企鵝真的蠻煩的 那這個還有槍魚群啊這些魚群 讓這個日本人的捕魚效率會變得非常非常好 那日本人的打法比較偏向於他的步兵跟弓兵路線 步兵路線有攻擊速度加成 馬弓有這個流滴馬對弓兵有加2點傷害值 強弩的部分也是全滿的 所以整體來說日本人很適合打這個馬弓或是強弩路線 那也可以試著走槍兵劍勇日本武士都很適合 啟名單位的話也有品種跟跟蹤技術 但是沒有遊俠也沒有大弱馬也沒有三級馬卡 但是也不太大影響使用就是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對手是打高 選擇的文明是敗彈提人 敗彈提人的特色呢是他的帝王是在造價很便宜喔 所以有很多這種單TC速帝王的打法 也是會使用這個敗彈提人做一個選擇 那他速帝王上去的話主要是打強弩火槍火炮 或是打這個便宜駱駝作為主力喔 還有這個槍兵戰矛都有這個折扣上成本優勢 整體來說敗彈提人是一個比較需要去做這個兵種交換 才可以換到優勢的一個人文明喔 因為敗彈提人呢他是沒有辦法靠經濟去打贏對手的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這個開局 好這邊我們看到開局過去想要去扁這個馬頭嗎 蓋馬頭 好馬頭蓋在這個位置 然後企鵝突然扁了一下 他的眼睛這隻臭門被企鵝圍攻致死 這裡的企鵝殺傷力其實蠻強大的喔 好這裡補一下魚 好那這邊一樣都是五個人伐木 五個人伐木然後去蓋下碼頭 一個很標準的有海地圖的開局模式 然後接下來木頭繼續補 好肉不斷 現在肉不斷就ok 待會先補個木頭 待會還要再考慮要不要挖個金礦 好打個這個封建時代的火戰船 那Viper這邊是打了一個夜市漁港 中間的這個壺阿 是直接開在中間 是沒有辦法去外圍的 那這個中間的壺最大問題就是很容易被對方落馬或槍兵給戳掉 所以半戰庭人在這個時間點來說 就已經有了優勢了 這裡的優勢呢 就直接出槍兵喔 也可以戳掉人家的戰船 還有這個魚船 而且成本造假非常的優勢 但是半戰庭人呢 他這邊好像是想打樹地王嗎 好像不是 應該是直層 因為樹地的話通常是26加2加2或是27加2加2或是28加2加2 都是這種比較高一點的P數 因為有一些打法 他的P數拓得越慢 這個彈心就越好 好這邊是補下了一個馬舅 決定要補馬舅打生旅戰了嗎 肉馬生旅戰 有沒有可能 好升級的時間相當緩慢 LIFE這邊也是補了一個馬舅 但是 這裡是有捕魚的 好 那其實 好這邊也不是打直層 喔剛剛看錯了 剛剛看到這個人口 是喔 不是看村民村 好 忘記這個魚船喔 就會算進這個 經濟單位數量 好那兩邊是一個標準的封建打海流程 並不是什麼直層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拜登庭直接出了槍兵跟肉馬 好 VIPER這邊是三隻肉馬 三隻槍兵 拜登庭這邊也是三隻肉馬 三隻槍兵 這邊就是要拼操作了 那這邊VIPER的中間防守重點 就是要出這個 我這個切爾在打架了 哇可以看到這個槍兵戳 魚船三很高喔 好但是這個槍兵 被切爾給灼死了 這切爾真是來如小的 OK那VIPER這邊是 按了一艘自爆船防守 應該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那中間部分現在拜登庭 他是有這個火戰船的攻擊速度的優勢 所以拜登庭是在槍兵按完之後 也可以考慮在中間補下一個碼頭 開始進行反制魚船的作業 好但這邊火戰船遇到了槍兵 但槍兵直接對戳 直接把血量戳到很殘 欸這拉這兩隻戳兵過來是要補血嗎 欸好像是直接繞幹了 好但這邊完全沒有槍兵 VIPER是不要賺了嗎 好但是這裡槍兵又來戳了 好自爆船 剛剛好像有炸 但不知道炸了哪裡 好直接被戳掉 好戰船直接炸裂 但是對手打高 這邊的魚船也是被抓爛 好這邊兩艘火戰船護燒 現在日本人VIPER 電下了品種 好提升到了血量 直接變成65滴血 OK那現在的局面 對於這些 潛壓打法來說 是很有用的 因為這個槍兵呢 一直有做到事前 成本造價低又可以戳到魚船 多出一點也不會太虧 還可以防守 好VIPER這邊 現在回頭要戳掉這隻槍兵 直接上這裡 哇村民沒有圍 打高這一波 把VIPER逼退了回去 好下面繼續繞 好前期的開戰 並沒有太多的交戰 好半戰體能果然補下了一個火戰船 但自爆船炸去連旁邊的企鵝也被炸死 氣兒表示 太難了 好氣兒繼續追槍兵 追槍兵真的很如小啊 這氣兒真的是 一直在旁邊一直煩啊 好討厭好討厭 好這邊再 戳個一下 路馬過來解掉這隻槍兵 OK下面的墓區 趕快圍死 右邊這一個尸擊 補一下 打高居然是要 升上去了 這邊是43P升上去 感覺好像也可以速個帝王喔 這裡資源其實不用太多 所以就去補魚 只要這邊停個戰艦 速帝王沒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大高會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當然不打這樣的打法的話 很有可能會打輸喔 斑斑鐵人到後期打日本 其實經濟沒有到那麼的好 日本的捕魚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但是還好 VIPER的戰船只剩下4招 這個魚船只剩下4招 好 VIPER這一波直接砍掉了非常多寸 這一波直接拉了6寸 哇 抓掉了6寸 殘血的要收掉 後面還有一隻殘血的 VIPER有看到 但是沒有打算回頭 這一波VIPER算是大賺 可以看到37對36 VIPER的順數稍微慢了一點 這個炸了一下 VIPER剛剛好像也有死村喔 村民術有點下降的感覺 好 VIPER點下了二級色 盾弩砲戰船 甚至已經慢慢升上去了 這裡轉出了三隻馬弓 出來看一下 好 好 稍微抓一下 這個村民 好 跑掉了跑掉了 OK 馬弓繼續追 好 射一下 好 射 射 找個一村 馬弓成形了 但是敗戰廳人 並沒有打樹地 選擇了開TC 3TC 開能 OK 發展廳人選擇了 開 開能路線 好 這裡三隻馬弓繼續在爐 好 馬弓現在卡在了這個位置 發展廳人 現在是 好 轉出了火戰船 想要把中間給拿下 VIPER這邊戰船出來 感覺 是有點 感覺不太要 不要硬出會比較好 但不出的話 海戰又沒優勢 沒優勢的話 又沒有捕魚優勢 所以VIPER現在有點矛盾 好 但是打陸戰的話 又沒那麼多資源可以打海戰 所以現在VIPER 可能是想要棄海 打這個 馬 阿馬公 但是他的海也沒有完全放棄喔 一直有陸陸續續的在出戰船 好 但是自己的漁船已經被燒得差不多了 好 VIPER這邊又補了一個碼頭 兩個碼頭 這邊有新的碼頭出來 再繼續出戰船 好果然 這邊是稍微放棄了 海戰 轉入了一些碼頭之後 再回頭繼續打海戰的一個策略 畢竟 丟海的話 對日本人來說 是有點傷的 好 這邊 壓制 敗戰庭人 繼續出海 跟你打 反正我出火戰船 有攻速優勢 好 這邊炸個一下 兩艘炸爛 VIPER這波炸得很好 好 繼續壓制對手 現在VIPER 寸數50吋 對57 單TC嗎 好3TC了 OK 雙TC轉3TC 然後繼續農 出些戰券 去打架 好 這邊一個對手 VIPER 右邊的戰艦會燒輸 看到這邊火戰船 血量 VIPER掉的比較快 好 這裡拉了一些馬弓 補了一些傷害 在後面的火戰船 繼續輸出當中 VIPER這邊火戰船 打輸了 好 現在馬弓 這邊出去射 哇 這裡又抓兩村很賺 但是 837日的串民術 已經遙遙領先 55打70吋 VIPER的村民已經開始落後了 這幾隻馬弓 一直站在同樣的位置 沒有辦法給到對方更多壓力 甚至這兩隻三隻馬弓有點意義不明喔 一直在打這個 木口房子的地方 你要拉過來 控制這兩塊 支援點踩隊 那打高這邊也是很不要命的 這裡村民居然直接出來採礦 唉唷這邊是這樣 後面突然有一個大開戰 看起來VIPER 這一波馬弓 能做到事情真的不多了 好 VIPER突然想到了 欸我下面其實也有馬弓啊 拉過來看到了 哇這裡有村民 欸這裡怎麼是先過去射修戰船的村民呢 應該是沒在空喔 直接被燒死了一隻 好這兩隻馬弓 過來 抓掉採礦的村民 好又一村拿下 這裡沒有奴炮戰船 沿岸還是很危險的 好 VIPER在中間的海域 終於要拿下 這是優勢了嗎 好 存在中心 現在補下第四個 哇 敗戰艇 打這麼濃 我覺得蠻有趣的 好 WIPER用這些馬弓 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現在WIPER村民處已經持平了 好 但是 敗戰艇 越打農 這個經濟 就越微妙 除非你可以再用一些單位去抓掉對方村民 不然這個 對農情況來說 真的是很難農贏啊 好 WIPER頂下了彈道學 這裡轉出了一隻敗彈體聖騎兵 想要來阻止蓋劍塔 但是被砍到幾刀 WIPER的村民沒有死 好 WIPER在右邊有一個新一步的動作 應該是要來蓋塔 日本劍塔 插塔也是挺麻煩的 插塔開始控地圖 打到這邊開始有上帝王的壓力 哇 這邊找找上帝王 WIPER這邊塔弓的攻勢 就無法誠信啊 WIPER以後的部分 應該是有偵查到 這第四個城鎮中心的關係 所以才決定要來插塔 所以WIPER到底會不會被樹拆建塔 這件事情 其實是 有點難以被確定 畢竟 你沒有看到人家開第四個城鎮中心 這個時間點 也差不多可以點帝王時代了 敗戰提人 所以來插劍塔 但效果就沒這麼好 但是WIPER這邊是有偵查到 第四個城鎮中心的關係嗎 才來插劍塔 所以這個就是量子力學的範疇 四季帝國的量子力學 觀測之後 再去做出決定 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上帝王時代 OK 四季帝國的量子力學 透過觀察 他才知道 這個確定的結果 好 那來看到這邊 箭塔的部分 已經升級到了 防禦箭塔 好 防禦箭塔點下之後呢 後面的這兩個箭塔 也已經 陸陸續續的 完工 一起騷擾對手 再打高 沒有帝王時代 相當難受 拉了一些騎兵過來 這次WIPER的箭塔 目前射不到 這邊只能點一個 近射孔 然後就可以射到箭塔下方的敵人 好WIPER現在 繼續出火彈船 中間這個海域 依舊沒有放棄 反而是 班登提人 在左邊捕魚 不得很開心 魚船來到了14艘 經濟是相當優勢的狀態 但是川民宿呢 是落後於WIPER 日本這邊的 WIPER直接轉了二農二木 鬼轉 入地開農 好 這一波 WIPER是 沒有太大的懸念 應該是 要來上帝王時代了 但是黃金 非常不夠啊 所以只能透過買賣一波 OK 買上了 好馬功這邊要過來了吧 好 空下 更是黃方的奴炮 班登提人這邊也可以通過買賣 點帝王時代囉 好 再買賣一下 這邊再修理 好 再買個200木頭 幾個食物 就可以點帝王了 好 好 買賣這個帝王時代 升的有點快 好 來看一下 帝王時代點下 OK 那現在兩邊的帝王時代 差距其實不大喔 只有十幾秒的時間 好 賣盒在右邊開啟了一個 新的劍塔 然後繼續壓制這邊的單位 好 這邊頭死車趕快按 奧引進按了一台 第二台再繼續按 好 投個一發 OK 有頭車就不怕衝車 好 這裡回頭 再回來送掉 搞定 好 買賣的帝王時代 還有一分半左右的時間 這波馬弓衝進來 打到這邊回 炸裂了嗎 炸了一發 沒炸到 買盆馬弓怎麼這麼血 纏成這樣子啊 但是沒有被擊殺 就沒有問題 那日本有查過治療嗎 有 有查過治療 還是要不要點一下 花個120斤 讓馬弓 血量瞬間補滿 也是可以考慮的 120斤一定是不貴的價格 好 兩邊開始準備要來 帝王最寶 獲得 魚群優勢的 半戰庭人 到了帝王時代 Viper 還是有出戰船 去偷燒你的戰艦 想不到吧 你以為我帝王時代 就不會去打海戰了嗎 其實海戰一直有在打 Viper其實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每一個進攻的路線 有可能 Viper都會嘗試去做一個反擊 Viper已經點下了戰毛兵 跟安息人戰術 還有跟蹤技術 這些科技全部都不下了 原來剛剛沒有點跑速啊 難怪馬弓跑這麼慢 好 那現在馬弓又抓到了一波 白蛋庭人這邊很炸裂 一隻村民一發射擊 好痛好痛 這裡村民全吃 白蛋庭人經濟炸裂 這邊直接被抓掉太多村 Viper的村民處已經領先到了對手快40村 哇 村民差距太大了 Viper這邊直接鬼轉馬爆 重裝騎士馬鎧 點下了馬弓轉騎士 哇這個有點狠 好巨型投石機已經工程了 現在巴仁廷上帝國四代第四驗 要點化學跟輪軸 待會火炮出來 才有機會反制日本的巨型投石機 日本人 Viper還點下了大型劍塔 準備繼續插入了嗎 好這邊點下 劍俠槍槍 還有這個三級的弓箭 練甲 還有這個馬鎧 都依序補下 好這邊裝甲衝車 也點了 也點了 好 Viper這邊馬弓一點送 但沒有關係 所以戰毛兵已經升級好 大家可以先轉一些戰毛擋一下 達高這邊的進攻 反而是很沒有明確自己想打什麼 不是打強奴 只打戰毛兵 也不是打駱駝 打什麼都不太是 好 但MIP上去 升完重裝騎士 卻按了一些肉碼 重裝騎士並沒有馬上量產出來 達高這邊經濟差距有點大 139層對方75吋 兩邊的經濟已經完全 被翻轉了 Viper本來是經濟優勢的 烈士的那一方 但是達高打著打著 村民一直被抓 現在已經進入了 非常烈士的窘境 好 Viper村民出 就要來到150村了 這一波火炮彈傳出來 這個開炮 直接讓達高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火炮彈傳一出來就勸退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就是由Viper拿到支援上的勝利 沒想到開局城堡時代 落後二十幾村的一個情況 結果被Viper直接硬生生打贏了 對手快要一倍的支援 就是說Viper的基本功還是相當扎實的 但是Soul的部分 可能還是Hera更猛一點 可以看到剛剛Viper這些馬功 有些都是在發呆沒有在動 要是Hera的話就會盡可能的去移動 盡可能的去抓掉對手 達高這邊的問題 可能是城堡時代沒有即時轉出戰毛病 只用奴炮去防守 讓Viper的馬功一直有抓到自己村民的機會 這應該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